今天我們來做一個大家吃完都會笑哈哈的蒜蓉牛油 王金蝦球 我們今天是王金蝦 首先我們將鹹蛋黃蒸8分鐘 蒸淋了之後用匙羹壓碎備用 首先我們把鱔魚煮過8分鐘 然後我們把鱔魚煮成這樣 接著我們處理一下蝦 這個步驟很重要的 大家留心一下怎麼做 這部分非常重要 現在我們把鱔魚乾淨 我們清理了蝦鬚蝦腳之後 就要剪出蝦頭和脫去蝦殼 蝦頭要保留一會兒有用 大家不要丟掉它 鴨魚鴨魚煮得很乾淨 然後骨頭也要剪掉 骨頭也要剪掉 因為可以使用 去除蝦殼很簡單 沿著蝦背把蝦殼剪開 接著在蝦尾剪少許缺口 一撕整個蝦殼就脫出來了 要做一個漂亮的蝦球 這一步很重要 沿著蝦背切一刀 將蝦攤平 順便清理蝦內臟 做成這樣 蝦就變成蝦球 蝦的蝦就變成蝦 蝦的蝦就變成蝦 蝦就變成蝦 蝦的蝦就變成蝦 用胡椒粉和蛋白調味 最後加入生粉 拌勻 生粉可以加多一點 因為待會我們要炸蝦球 加完生粉之後 我們要用手握一下蝦 握到它輕輕起一點膠就可以了 用一個少量的水 用少許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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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很多水 現在我們開始炸蝦球了 在油味完全滾的時候 我們馬上放蝦 六三十秒就可以了 我們不需要太熟 之後我們開大火煮滾一點油 將炸過的蝦再倒回去 再翻炸一次 這次也不需要炸很久 炸到蝦表面金黃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加一點鹽在蝦頭上 加一點鹽 將蝦頭放進鑊裡煎香 我們用中小火慢慢煎 要給一點耐性 一路煎一路用鑊 壓出蝦頭裡面的蝦糕 哇你們看 那些蝦有多少蝦糕在蝦頭 然後我們煎到蝦頭上 previously煎牛肉 沒有煎到蝦頭上 切成小火煎 煎完蛋 煎香的蝦頭就可以拿起來了 之後我們可以加入牛油、蒜蓉和之前壓碎好的鹹蛋黃 之後我們保持中火將鹹蛋黃慢慢煮熔 煮熔了鹹蛋黃會起泡泡變成一個鹹蛋黃醬 用火煮熔至魚油、蒜蓉和蒜蓉和蒜蓉 之後蒜蓉和蒜蓉和蒜蓉和蒜蓉 鹹蛋黃起泡泡了 我們就可以把之前炸過的蝦球倒進去 快速攪拌,讓鹹蛋黃醬包著蝦球 之後就把鹹蛋黃起泡完 進去完結的蒜蓉和蒜蓉 加均勻 bland進去 加快慢慢炸 防一下海荷 Epic 之後以通常蒜蓉和蒜蓉和蒜蓉阂 碎羹蛋黃醬嫩 就做好了 全年饭拿出来 大家都会说你是厨神 记得咸蛋黄要先蒸8分钟 然后将它压碎 虾要这样先处理 然后炸起才会变虾球 虾头里面有很多虾膏 我们不要浪费 炸虾要分开两次炸 第一次是定型 炸到半熟 第二次是提升油温 炸到金黄 我们还有很多 简单易做又好味道的菜式 和你们分享 记得订阅和按小铃铛 影片出街会通知你的 谢谢 已经看见了 别忘了点赞 订阅 分享 和留言 再见